三求,你透過一個詹子的木輪,你去請示地藏王菩薩 那這時候,你對地藏王菩薩的信仰心,請問見不見定? 你將不相信虛空當中,就是有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 這一些很慈悲的大菩薩,他們是存在的 而不是,你叫他出來給我看 好,你講到這裡的話,我就請你去看李世成教授的那些YouTube的影片 他會好好的來跟你解釋,這一些神明、先佛、菩薩、爸爸、上帝、基督、耶穌 他們是用什麼模式存在的?他有實證,實驗的證明給你看喔 所以你不要說,你叫地藏王菩薩、觀世菩薩,叫他出來給我看 李世成教授真的用實驗證明他們是存在的 那個手指四字,有看過他的實驗嗎? 不知道啊? 這個真的回去好好看一下 可是我可以寫下來,那是實驗的 應該寫給他們 哈哈哈哈 回去的話,一定搜尋李世成教授 他會透過實驗的模式,清楚明白地告訴你 的確有神明、先佛、菩薩的存在 他目前在,我聽他演講來講,好像全世界有四個研究室了 他是前台大校長 有你的科學家 有你的科學家 所以你要認同,的確有地藏王菩薩的存在 那我們跟他請求 然後,那個沾茶木輪只是一個 我們跟他請求,就像我們的寡播一樣 是一個工具 然後,他會透過輪向顯現出來呢 一一告訴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的因果因果因果出在哪裡? 或是什麼一隻金四果蛋看前世音 這樣看來看去,到底誰說的算數? 這個沒有一個很清楚明白的標準在 所以在談到這個沾茶木輪的檢查 馬上就印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老師,誰要來沾茶? 多久該沾茶一次? 問題啦,如果你是用檢查的概念 就像我們在身體健康檢查之外 我們在做哪一個? 請問哪一個沒做過身體健康檢查? 是每一個人都有做過 從在方方兩胎裡面就開始做了 像我們現在已經五十幾歲,快六十歲了 像我們現在五十歲開始呢 每年去醫院做一次身體健康檢查 健保局幫你出檢 我們不用自費 那這個就是一種我們要定期 甚至不定期的當你有生了病 你到醫院去,馬上展開一系列的檢查就出來了 那就平常沒病,三個月半年也要定期檢查一次 所以請問在座的要不要時常時常給自己沾茶一下? 當然是要嘛 所以要給自己沾茶、要給自己檢查 然後每三個月、每半年、每一年要定期的給自己沾茶一次 這是一種檢查的功能嘛 因為有時候我們一些心思想法就要印了嘛 依法規人 你這邊有在修行 假設各位還沒有通靈 像我常常是被菩薩巴頭的那個人 因為我後來都感應靈通了 所以我就講悟實一點 真的,我的確很久沒幫自己檢查過了 沒幫自己沾茶過了 因為菩薩會直接就來告訴你 你這個是對還是不對 然後講一個最誤實的 大家可能都還在今年發生過的事 像我們今年六七月 我們那個舊佛黨發生一些事件 這個菩薩 馬上下了一個很重要的指令 你沒事就喜歡給我發表一些有的沒有的文章 但你看我的臉書專頁 我的發文機率是很高的,文章都很長 我不會隨便跟人家 我現在在先聊天發文機率 這兩個月不准給我發文 然後要發文 那是我們那個劉老師還在 先給他看 我剛剛有三篇文章被那個劉老師 何謂不准發佈 懂嗎? 你看 我就發現那個什麼七月八月 一直到九月你知道嗎 齁 有夠憋了 齁 親身上下都動不著 你知道嗎 就是心裡面有一些話 我就要寫 我就要寫 晚上算了 就起來寫 他說 你想想 先給那個劉老師看 我就把那個Google文件連結給艾琳 先幫我看一下看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的話就趕快 發佈發佈發佈 不行老師你這個齁 不要發 所以各位去看一下 我那個 這個七月八月 那兩個月幾乎沒什麼文章 幾乎好像 幾乎沒有發表個人的文章 各位如果你沒通癮的話 你沒有辦法得到佛祂的指示 那你怎麼辦 就 沾茶咩 懂了嗎 就好好來學沾茶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就趕快幫自己檢查一下 看你的心思 或是你有什麼事情 想要做什麼計畫 做什麼修行 或是要找什麼師傅 修置什麼法門 好 我們沾茶裡面 這個下禮拜還要跟各位交告 如果你是用那個第三輪像 189個輪像的話 沒有任何時間的限制 你一定要沾茶三次五次都可以 你每天要沾茶也都可以 懂了嗎 只要認得你的心思 妄念一些懷疑 馬上就是第三輪像 請出來沾茶 請示地藏上路上 那這個就是呢 我們在進入沾茶初階中階的第一堂課 要糾正各位非常重要的一個 你修習學行上很重要的觀念 一定要清楚明白示意法 不要給我搞到學佛 就在研究果文觀時 天天在給我搞那些 知智騙語的字詞上的專研 你會沒辦法了悟 沒辦法學得該有的智慧 好了 這就是今天的課程進度 來 那這樣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等一下8點15分呢 會來跟各位上這個 彩虹術至靈術的這個 初階跟中階的課程 那因為有師兄師姐跟我反映說 我們這個初階的課程呢 我們這個彩虹雖然是初中階的課程 那希望在初階的課程裡面 還是當大家來開放共修學習啊 那這是完全符合我們佛堂 要來弘法的 那等一下呢 你們如果有時間 就歡迎繼續留下來 跟我們繼續來上這個 彩虹生命靈術的課程學習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好 謝謝各位 好 那個攝影機快一下 好 謝謝各位